东欧这块地区就是欧洲三大蛮族之一斯拉夫人的大本营 在已文明自诩的罗马人眼中 凯尔特人、瑞尔曼人和斯拉夫人被并称为欧洲的三大蛮族 然而到了公元四世纪左右 曾经辉煌到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 在凶人入侵引发的民族迁徙运动中江河日下 东西分治后的西罗马很快被瑞尔曼人团灭 欧洲由此进入了持续近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凶人帝国的崩溃 西罗马的灭亡和东罗马的衰落 反而给罗马眼中的蛮族大汉们 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由于凯尔特人早就在罗马的打击下一绝不振 所以整个中世纪的欧洲 就成了日尔曼人和斯拉夫人的主场 这帮家伙天天打架搞火拼 疯狂抢地盘纷纷建立国家 但日子别提多热闹了 此后历经近500年的大混战 到了公元九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时候 欧洲进入了近现代国家喷涌诞生的高峰期 这其中就包括了一度在中东欧地区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 波兰 其实波兰就是早期斯拉夫人的发源地 但自古以来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 数量众多的斯拉夫人 最终也在各种江湖恩怨中逐渐分为三只 往东发展的一只后来和南下的维京人融合 形成了东斯拉夫人 也就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老祖宗 他们率先在基辅建立了强大的基辅罗斯 并在东罗马的影响下皈依了东正教 一度称雄东欧数百年 向南发展的一只形成了南斯拉夫人 也就是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等一些巴尔干国家的老祖宗 南斯拉夫人深受各方宗教势力的影响 所以信仰相对比较复杂 往西发展的一只形成了西斯拉夫人 也就是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的老祖宗 西斯拉夫人由于跟西边的邻居日耳曼人接触比较多 后来就在日耳曼人的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 公元960年 赵匡应发动陈桥义兵变黄袍加身 成功取代后洲建立了宋朝 以西斯拉夫人为主的波兰部落 也在波兰国父梅什科一世的带领下 凭借一脉相成的战斗 基因干服了周围的很多部落 公元1025年 柏莱斯瓦夫一世被加冕为波兰国王 波兰正是作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开始上线 但波兰的统一并没有持续太久 到了12世纪中期 波兰进入了持续近200多年的封建歌剧时代 各路诸侯之间谁也看不上谁 天天约架搞火拼 四分五列下的波兰自然少了几分战斗力 波兰的康拉德公爵在向北边扩张的时候 就被当地的原著名古普鲁士人揍得鼻青脸肿 咽不下这口气的康拉德最终决定向条顿骑士团求援 让他们来帮自己荡平这群山炮 并许诺会赠送葫鲁士地区给他们做领地 条顿骑士团是十字军东征中产生的三大骑士团之一 其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德意志 这帮家伙在中东地区混得比较惨 没捞到什么好处 回到欧洲后成了无业游民 现在一听说波兰要请自己去干账抢地盘 简直不要太开心 于是二话没说抄起家伙就去砍人了 就在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大沙四方的时候 冰封正盛的蒙古骑兵 一路火花带闪电横扫欧亚大陆 开启了长子西征 此时由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同样早已陷入分裂 很快被蒙古大军团灭 在随后爆发的里格尼茨战役中 波兰同样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 幸运的是征服波兰并不是此次蒙古戏争的主要目标 所以在收拾完波兰之后 蒙古大军直接挥师南下去揍匈牙利了 揍完匈牙利之后 蒙古因为家里大喊死了 不得不撤军东归 当几十年后蒙古大军再次卷土重来时 波兰不仅在科拉科夫保卫战中 击退了如日中天的蒙古人 还联合匈牙利给予了蒙古很大的打击 此后蒙古逐渐将业务重心 放在了统治东斯拉夫人身上 而波兰则趁势东征西逃 再次走上了统一的道路 波兰虽然逐渐豪横起来了 但波兰北边还有一个更豪横的邻居 那就是当年康拉德请来的条顿骑士团 就在波兰和蒙古不思的这段时间里 条顿骑士团也凭借强悍的战斗力打服了普鲁士 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骑士团国 这个骑士团国就是普鲁士的前身 也就是那个最终统一德意志 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普鲁士 德国军队的铁十字徽章和军旗上的黑十字标志 就源自条顿骑士团的徽章和团旗 波兰虽然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允许条顿骑士团建国 但他们之间却长期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 所以后世评价当年康拉德的这招借到杀人 往往用隐狼入室来形容 巅峰时期的条顿骑士团 在波罗的海沿岸一路动横 充分展现了他们最为擅长的杀人技能 他们不但占据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 硬生生将波兰和立陶宛逼成了内陆国家 同时为了进一步扩张地盘 不断和波兰 立陶宛甚至罗斯诸国进行交战 为了共同抵御条顿骑士团的入侵 波兰和立陶宛在公元1385年 以联姻的方式进行了王朝联合 作为波罗的海民族国家之一 立陶宛的古代史并不算复杂 在周边骑士团和宗教教士的纪律中 立陶宛的祖宗们也是一群靠抢掠而生的狠人 他们趁着东欧各国被蒙古入侵的时机完成了崛起 之后趁着金仗韩国走下坡路的机会不断扩张 在当时的东欧也是巨无霸一样的存在 所以波兰和立陶宛联合之后实力大增 从此双剑合璧开始横扫江湖 公元1410年 波利联军在格伦瓦尔德战役中 几乎全奸了由德意志人 法兰西人 瑞士人组成的条顿骑士团 此战后条顿骑士团精锐尽失 从此一蹶不振 这就是所谓波兰平独港的来源 波利联盟也由此进入了被称作黄金时代的即胜时期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波兰一直保持着对条顿骑士团的压制 并最终迫使条顿骑士团向自己表示臣服 到了1569年 一直以联姻方式进行联合的波利联盟正式成立联邦国 首都也从克拉科夫迁到华沙 史称波兰第一共和国 鼎盛时期的波利联邦将于高达100多万平方公里 波兰一骑兵的威名响彻整个欧洲 波兰也因此成为了中东欧地区名副其实的小大王 就在大波波不断向东扩张的过程中 迎头撞上了自己一生的宿敌沙皇俄国 话说当年蒙古在征服了基辅罗斯之后 并没有建立起对斯拉夫人的直接统治 而是保留了基辅罗斯的割据势力 让他们帮自己管理人民征收赋税 这其中就包括了今天俄罗斯的老祖宗莫斯科公国 在隐忍了两个世纪之后 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伴猪吃老虎 不断吞并周边各公国 并最终把蒙古人赶出了东欧 伊凡三世还有个特别彪悍的孙子 这个孙子上台后直接把莫斯科公国赶名字叫沙皇俄国 他就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 伊凡四世把周边的公国收拾个遍 谁反对他 他就杀谁 甚至狠起来连自己的儿子都杀 沙皇俄国崛起后 立志要恢复基辅罗斯的版图 重现当年东斯拉夫人的荣光 这就不可避免地和波兰产生了冲突 因为很多基辅罗斯的领土都被波兰给占据了 所以这两个国家就经常约嫁户殴 公元1610年 波兰趁沙俄刘里克王朝决四 王位传承出现混乱之际 直接出兵长驱直入攻占并烧毁了莫斯科 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彻底占领 俄罗斯首都并俘获沙皇的国家 其武功之胜 但后来的拿破仑和小胡子都自叹不如 这就是所谓波兰阵路梗的来源 随后波兰军队一路平推 迅速攻占了沙俄中西部的大片领土 沙俄几乎面临着灭国的威胁 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 沙俄虽然击败了波兰并重新解放了莫斯科 但两国之间的不共戴天之仇也算是彻底结下了 此后围绕着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的争夺 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拉锯战 从表面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固有胜负 波兰看起来依然是一个强大而不可战胜的对手 但事实上胜利的天平已经逐渐开始向沙俄倾斜 从某种程度上讲 波兰的崛起和没落 都和他实行的贵族民主制有着很大的关系 波兰的贵族民主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 这套制度有两大核心 一是早期实行的自由选王制 就是国王必须有贵族投票才能选出 也就是说即便你是外国人 只要你有能力拿到足够多的选票 也能来波兰当几年国王过过瘾 尽管这样一搞波兰国王成了吉祥物 但是由于其广泛的政治参与性 极大平衡了贵族之间的利益 使得联邦可以集中力量对外进行扩张 但进入17世纪之后 自由否决权的实施最终将这套民主制度推向了极端 所谓的自由否决权就是不管什么问题 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 这个决议就不能通过 这套曾经代表着欧洲中世纪民主巅峰的制度 最终沦为了贵族牟利和其他国家操控波兰的工具 这对此后波兰数百年间的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648年 乌克兰地区爆发了反抗波兰压迫统治的哥萨克人大起义 波兰由此进入了战争频发的所谓大洪水时代 无力单独和波兰抗衡的哥萨克人 灵光一闪直接和沙俄结盟来共同对付波兰 当波兰和沙俄在乌克兰地区陷入苦战时 北方的瑞典趁火打劫 直接挥师南下平推了波兰首都华沙 虽然波兰在此后持续数十年的抗争后免于瓦解 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地涅伯和以东的乌克兰地区也被沙俄兼并 乌克兰地区的民族割裂也由此开始 但已经被搞成半残的波兰 很快又迎来了另一个高光时刻 1683年 奥斯曼帝国25万大军队号称欧洲门户的维也纳发起围攻 曾经创造过无数辉煌和传奇的波兰裔骑兵 在国王索别斯基的统领下大破奥斯曼联军 彻底阻挡了奥斯曼在欧洲扩张的步伐 此战不仅成就了波兰裔骑兵最后的辉煌 也成为了波兰作为欧洲强国最后的绝项 从1700年开始 波兰被迫卷入了沙俄和瑞典之间的大北方战争 在这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大火兵之后 波兰又因王位继承问题爆发内战 沙俄 奥地利 法国 西班牙等国趁机介入 波兰逐渐沦落为欧洲的二流国家 此时的波兰不要说什么欧陆争霸 就是保住自己的一母三分地都成问题 而当年那个被波兰狠揍过的东斯拉夫兄弟 在经过彼得大帝的开拓之后 到叶卡捷琳娜20时更是达到了鼎盛 所谓趁你并要你命 从1772年到1795年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 波兰便遭到沙俄 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的三次强制瓜分 彻底从地图上消失 这就是波兰的第一次灭国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 小钢炮拿破仑带领着法国横扫欧洲 先后多次击败奥地利 普鲁士和沙俄 这对于波兰人来说 无异于是帮自己报了灭国之仇 1807年 波兰在拿破仑的支持下建立了华沙大公国 作为回报 波兰组建了规模庞大的枪器兵追随拿破仑东征西头 当拿破仑远征俄国时 波兰就是除了法国之外出动军队最多的国家 但在拿破仑远征沙俄失败后 失去靠山的波兰很快再次被瓜分 这是波兰的第二次灭国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 波兰人发起了无数次起义意图复国 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整个波兰成了沙俄与德意志 奥匈反复争夺的主战场 一战之后 奥匈帝国直接崩溃 德意志帝国同样一决不振沦为战败国 而此时的沙俄也已不复存在 新生的苏俄政权为了稳固国内形势 宣布废除沙俄时签订的 包括三次瓜分波兰在内的条约 并明确表示支持波兰建国 而英法两国也希望在德国和苏俄之间 有一个缓冲带 托大家的福 1918年11月18日 毕苏斯基在华沙组建联合政府 史称波兰第二共和国 时隔123年后 波兰得以成功复国 并再次出现在了地图上 但祖上曾经扩过的民族都喜欢白日做梦 作为一个漂泊多年的波兰人 毕苏斯基的第一理想是复国 第二理想就是要恢复波兰在17世纪初的荣耀 一战后波兰向德国和苏俄都提出了领土要求 奄奄一息的德国直接把弹泽地区让给了波兰 但谁敢跟苏俄提领土问题 苏俄就跟谁拼命 后来这两个国家就打了两年多的苏波战争 最终苏俄也确实给波兰割让了领土 除此之外 所以这场战争一直被苏俄认为是七尺大鲁 1920年 波兰发兵突袭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从此和西日的盟友视如水火 1933年 波兰凭一己之力 彻底搅黄了旨在共同防御德国的东方公约 1938年 慕尼黑协定将英法的绥靖政策推向顶峰 波兰则趁火打劫抢占了和杰克斯洛伐克有争议的窃心地区 直接把全球看傻眼 1939年 面对德国多多逼人的领土要求 英法苏三国在莫斯科就波兰问题进行调停 在法国已断交向波兰施加压力的情况下 波兰依然拒绝向苏联妥协 1939年9月1日 德军闪击波兰 已经成为德国附庸的斯洛伐克抢在德国人前面 率先攻入华沙 立陶宛在第一时间封锁了波利边境 直接切断了波兰的海外部级线 随后苏联也自东向西大举入侵波兰 并在卡廷森林枪杀数万波兰精英 以报当年的屠服之仇 孤立无援的波兰抢导众人推 很快再次被瓜分灭国 这是波兰的第三次灭国 1941年 德国闪击苏联 很快占领了波兰的全部领土 之后在波兰南部的奥斯威星 修建了臭名昭著的集中营 并在这里杀害了上百万犹太人 同病相连的苏联和波兰流亡政府 也再次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千百年来的恩怨往事已不堪回首 即便是面对共同的敌人耐翠德国 这两个同根同源的斯拉夫兄弟也爱不起来 1944年8月 苏联红军推进到华沙进交 波兰流亡政府为了新生的波兰独售苏联干涉 命令在华沙的反抗军独自发动起义 位于维斯瓦和东岸的苏军则选择了德岸关火 结果华沙起义几乎变成了德军单方面的屠城 二十多万波兰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波兰工人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波兰人民共和国 完全成为了前苏联的附庸国 1989年12月29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通过宪法修正案 改国名为波兰共和国 史称波兰第三共和国 此后波兰的外交政策开始全面转向西方 并分别在1999年和2004年先后加入北约和欧盟 随着波兰在政治上全面向西方靠拢 也使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得日益微妙 在2010年卡廷惨案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 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丹西下跪 在纪念碑前向受害者献花表示哀悼 普京的举动一度让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但仅仅过了不到三天 波兰总统在前往俄罗斯参加卡廷惨案纪念活动时 其乘坐的专机在俄罗斯境内坠毁 包括波兰总统在内的96人全部遇难 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 这都给两国扑朔迷离的外交关系蒙上了一层新的意义 所以俄罗斯和波兰自古以来的爱恨情仇 可以说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尽管这两家组上都是斯拉夫亲兄弟 但历史上这两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死敌 持续数百年的征服与血泪 让他们直到今天都对彼此怀着极大的敌 这也是为什么在俄乌冲突中 波兰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乌克兰的原因 下面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加在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其实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老祖宗都是东斯拉夫人 大约在中国唐朝末年的时候 战斗力爆表的东斯拉夫人 也以基辅为中心建立了统一的国家 这就是东欧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基辅罗斯 巅峰时期的基辅罗斯妥妥的东欧一把 甚至多次出兵进攻东罗马帝国 但进入十二世纪中期以后 基辅罗斯陷入了诸侯混战的歌剧时代 各路诸侯之间谁也看不上谁 天天约架搞火拼 如果按照正常剧本来演的话 在这些诸侯里应该会出现一个强者 再次把大家统一起来 结果还没等这边的剧本写完 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就从东边杀过来了 托蒙古人的福 在此后的数百年里 四分五列下的基辅罗斯 先后被蒙古人 立陶宛人 波兰人等瓜分占领 其中立陶宛对罗斯人的统治相对比较活性 他们很少干涉罗斯人的宗教和生活习俗 所以这部分罗斯人保持了相对的独立 立陶宛统治下的这部分罗斯人 就形成了后来的白俄罗斯人 所谓的白 不是指皮肤更白 而是更加纯粹的意思 而波兰对罗斯人的统治则相对更加强势 他们不仅干涉罗斯人的行政事务 也干涉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让他们从东正教改进了天主教 波兰统治下的这部分罗斯人 就形成了后来的乌克兰人 而蒙古统治下的罗斯人则融入了蒙古的血统 具有了很多蒙古人的特征 由于蒙古人大舌头 不太会发二指令 所以就在罗斯前面加了勾 这才有了俄罗斯这种叫法 甚至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乌拉这个词 据说都源自于蒙古骑兵的冲锋口号 所以蒙古统治下的这部分罗斯人 就是蒙古统治下的俄罗斯人 自从沙皇俄国崛起后 就立志要恢复当年东斯拉夫人的荣光 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和波兰拼个尼斯沃佛 而处于两国夹缝之中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 自然也就成为了双方争相抢夺和拉锯战的前沿 白俄罗斯地区在历史上虽然也经常被抢来抢去 但由于其体量不大 东西白俄罗斯分属不同政治实体的时间 只持续了十几年 并没有形成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深度割裂 另外白俄罗斯在苏联时期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所以白俄罗斯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认同感更强一些 苏联解体后 白俄罗斯在获得独立的同时 经济也很快陷入了崩溃 直到卢卡申科强势上台后 才逐渐稳定了政治经济形势 让白俄罗斯走上了一条虽然不太富裕 但却相对平稳的道路 不过这个卢卡申科自从1994年上台后一直干到了今天 并不怎么受西方所谓民主国家的待见 如果这个卢老爹背后没有俄罗斯的强力支持 也许早就被颜色革命搞下台了 加上白俄罗斯在经济方面对俄罗斯依赖很大 所以就逐渐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倒向了俄罗斯 成为了俄罗斯的盟友国家 至于白俄罗斯会不会在未来成为第二个乌克兰 这个其实也很难说 和白俄罗斯的相对稳定比起来 乌克兰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由于乌克兰地区在历史上长期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实体 东西乌克兰之间的民族撕裂非常严重 其中西乌克兰长期处于波兰 毕陶宛 奥地利等国的统治之下 他们虽然保留了自己的民族语言 但却在波兰的影响下改新了天主教 在文化和宗教上早就和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东乌克兰分道扬镳 加上沙俄和苏联时期混乱的民族政策 也导致了乌克兰境内存在着大量的反恶情绪 叶卡捷琳娜时期的强势统治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大饥荒 切尔诺贝利核电战事故 都是乌克兰人心中永远抹不掉的痛 所以这部分乌克兰人就铁了心的想要跟西方走 而东乌克兰在沙俄的长期统治下 早就放弃了自己的民族语言 并且在长期移民政策的影响下 东乌地区也存在着大量的俄罗斯人 所以东乌大部分人都使用俄语 信仰东正教 他们对乌克兰这个国家的认同感比较低 反而对俄罗斯的认同感更多一些 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虽然自成一体也获得了独立 但他在国家管理方面 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实践经验 很快就在积极去苏联化的道路上陷入了崩溃 硬生生从一个工业国混成了农业国 加上乌克兰也没有出现像卢卡申科那样 相对独裁也很强势的领导人 带领乌克兰人民走向稳定 历届政府经常在东西方阵营中来回摇摆 每当清欧政权上台的时候 就执行托俄入欧的政策 这自然就会得罪东边的俄罗斯 当清俄势力上台的时候 西乌这边就开始搞颜色革命 分分钟让你下台 所以尽管乌克兰政府不停地换来换去 把演员都搞成了总统 却始终没能让乌克兰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反而使乌克兰国内的各种冲突和矛盾更加尖锐 在穷尽各种政治手段 却依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时 战争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 最终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 关于俄乌冲突的具体细节 我们不再去深究 关于这场战争的对错 本身也是件非常难以评论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 去了解这几个国家的历史渊源 挖掘他们对立和冲突的源头 但却无法拿历史 给予现实一个所谓公道的答案 回望东欧各国数千年的恩人情仇 不知道处于战争阴霾下的东欧人 对于斯拉夫这个名字 在内心深处是否还存在着哪怕一丝的归属感